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即市攻略的環節 先和大家跟進一下中港股市最新的走勢 見到內地股市方面是個別發展 上正指數現在跌8點 最新報3278點 深正城市最新升16點 做10977點 戶芯300指數方面跌14點 最新報3433點 至於創業板指數現在升8點 最新報2324點 恆指方面現在跌122點 伍報22608點 國企指數現在跌96點 跌幅1% 最新報10441點 企指現在跌95點 低水39點 最新報22564點 這次嘉賓請來Arno Arno 你好 徐先生 你好 Arno 見到外圍油價方面跌幅超過半成 最主要見到OPEC公佈了最新的月報 成員國9月份平均日產量是3157萬桶 比上個月增加了10.9萬桶 受到消息拖累 所以油價有下跌的趨勢 都看過去一段時間安慰油價 其實都很脆弱 升下的時間就會有少少消息向下 早前就會預期俄羅斯和沙特可能聯合減產 即是生產原油出口 但現在數據顯示原來沒有減產 還是增加產量 Mano 你看油價來後 是否會保持著是弱呢 都會拖累油股的表現 特別近這半年來說 油價的勢頭是相對比較弱 多次都出現反彈 但一旦反彈起來是升得比較急 但也是一個很短暫的勢頭 最終甚至調整下去 之後還不斷地創新低 最主要其實油價下跌 整體現在長線下跌上跌了這麼多 大家都在說功過於求方面的因素 功過於求除了說油組 或者說現階段 之前很多人因爲地緣政治問題 導致出口方面開始有地緣政治問題 舒緩導致出口有復甦的跡象 令到全球原油供應量越來越多 所以都令到供求關係 講到供應過程的問題 相對地是比較大的 但是近期可能短線幾次反彈來講 最主要都衝勁可能減產 相關的因素在這裏 今次這輪反彈 一度見到美國紐約旗油 反彈到50元樓上水平 最主要的原因是兩個因素 第一方面的確會衝勁OPEC這些國家的減產 第二方面 美國延遲加息對油價來說 都是一個正面作用 但是我相信這個因素 已經反映了一大部份 所以現在最關鍵的 就是看OPEC會不會真的進行減產 昨天看一些油產數據上面 都見到原油供應量 都仍然相對地比較高 這方面會限制油價表現 油價因此跌下來 未來會不會跌得更加多 最關鍵的因素就看到 能不能夠最終達成減產那方面的因素在 但是看回這個因素上面 其實你看一些消息層面 可能性其實真的未必太大 OPEC上面的油組都有提到 其實他們的確會願意去減產 但是帶前提 說其他的油產國 例如俄羅斯等其他地方 如果都進行減產的話 他們才會一同跟隨著減產 現階段油組最擔心就是 如果他們進行減產 的確對油價來說 會造成一個幫助 但是他們可能會因此而失去 整個原油供應量的市場佔有 所以如果在未來來說 俄羅斯這些國家 都不仍然不會進行減產的話 這方面來說 他們是否最終能夠進行減產 或者達成這個共識 其實相對比較困難 如果你看回現階段的勢頭來說 俄羅斯這些油產國要進行減產 其實我覺得機會性真的未必太大 所以這方面投資者要小心 如果最終看到 油組方面都沒有進行減產 而供應量仍然是保持穩定 有增長的話 供應過程的問題都會仍然持續 不排除油價真的會落到 可能每桶40美元這些位置 所以這方面是要特別小心的 再加上近期來說 在講地緣政治問題等等 都沒有進一步惡化 或者突然間變差的跡象在 所以短期來說 可能油價會重回高位回落 如果真的見不到 任何減產的消息的話 始終我都會擔心油價 仍然會再次分40美元 在這些位置 明白 如果油價繼續有壓力的話 油氣股接下來的走勢 應該都會偏弱 對於油價的看法上 正如之前所講 短線來說 能不能再反彈 是一個比較關鍵的因素 因為油價真的過分地低迷 如果真的有減產消息出來的話 油價仍然有條件做大一點反彈 但正如之前所講 從基本面上 或者看現階段的勢頭上 短期來說有利好消息的機會 不是太大 所以擔心油價 可能會先做個調整勢頭 石油股方面 其實我覺得油價方面的負面因素 已經反映了一大部份 所以就算 好像之前所講的 每桶油的價格上落到40美元 對他們來說 未必有很大的衝擊 因為之前所講的跌浪上 只要不是再創新低 我覺得負面影響 不會太大 不過如果你在做一些遊戲設備 或者做一些相關開採 石油設備公司的表現上 這方面我看得比較淡 因為油價低迷 我都相信圍住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就算減產也好 減產方面 未來來說 整體營 石油公司整體營的投產量減少了 對於訂單等等的需求 都是一個負面影響 就算不減產 油價再進一步低迷 都同樣地 都會影響到這些石油公司 開發油田項目的意欲 所以我看回到 這些位置始終說 市場第一方面 環球的經濟表現不是太理想 第二方面 這些油價上面 我都預料到 未來來說 都會繼續比較低迷 所以我覺得 如果短線看好油價方面 極其量 都是放一些石油股方面的表現 另外內地方面 即是未來 天然氣價格的調價政策 就會在10月底時發布 即是消息方面引述 最快可能會在11月1日執行 這次是各省份的 天然氣非居民門站價格 幅度是不一樣的調整 介乎20%至30% 將會根據目前各省的門站價格 來分別調整 如果調整了 對於遊戲股方面 有沒有什麼影響 當然你說 天然氣價格調整 最大的影響 都是一些燃氣的分銷商 但我想你看到 將門市價格下調 當然對他們來說 收入方面 不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幫助 但能否意量取勝 我覺得是有保留 始終現段的經濟需求 相對比較疲弱 你看到調整門站氣油價格上 最主要的因素是油價下跌 同樣地對於一些上油的天然氣項目的氣價上 同樣地會造成一個壓力 所以對於一些天然氣分銷商來說 我相信不會造成一個太大的衝擊 因為始終買回來的成本 同樣地是降低了 所以調整門市價格 純粹都是配合天然氣價下跌 這些相關的因素 但是在天然氣的板塊上 短期來說 未必會有太大的負面影響 但是最關鍵 未來會不會有更多的扶持政策 不過我想看回現階段內地 特別在能源項目的發展上 我想未來扶持政策 都會集中在新能源光復、核電等等 至於天然氣方面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政策 我覺得都比較難引起一個嘲諷 阿努聽你這樣說 是不是短期內 都不要占受遊戲股好一點 那重新 除非你短期內看到 油價真的看到有一個明顯反彈的跡象 在說最重要 當市場有一個共識 就覺得油早減產的機會性 越來越大的情況下 我覺得油價短期來說 都有條件做過反彈 不過暫時來說 油價正如之前的分析所說 現階段會減產的可能性 真的不會太大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去搏這些相關石油 油氣股等等 那個直播率我覺得是不吸引的 好 看看相關版法 現在最新的市況 中石化最新是跌近2% 跌過1毫 是做5.53 中石油跌幅也是跌近2% 跌1毫2 最新是佈6.27 中海油對油價比較敏感 跌幅超過3% 跌了3毫2 現在做9.12 而上石化方面 現在跌幅超過2% 跌7仙 最新是佈3.19 時間都差不多了 最後和阿羅你做新報 剛才提及相關股份 請問有沒有持有 也沒有持有 謝謝你的分析 現在在新鎮上 回來會有兩節的問答環節 待會再見 請問 請問